大家好,今天要來做一個螺絲的實際測試 那你有沒有這方面的疑問呢 螺絲它到底仿修能力是怎麼樣呢? 以及說不鏽鋼的螺絲真的是不會生鏽的嗎? 那這一次呢就藉由這個疑惑我來實測給大家看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是怎麼樣 那這裡呢找出了大部分我們螺絲比較常見的一些表面處理 那這裡呢是不鏽鋼的螺絲 那這裡呢找了五種不鏽鋼的螺絲 這邊有華絲、螺帽以及不同形式的螺絲 那這裡呢找了藍黑的以及電鍍的、電啞的、電黑啞 以及三架電五彩 這幾種的一些表面處理的螺絲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這一些呢 防鏽能力到底是怎麼樣呢? 所以今天會實測直接放入水中 那我們來觀察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呢 他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生鏽的狀況是怎麼樣呢? 以及說不鏽鋼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完全不會生鏽呢? 我們實際測就知道了 那我們就直接丟進水中吧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已經都丟入水中囉 那我們就來觀察幾天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這邊我會來 依照他的情況呢 為大家實況轉播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好的今天是第七天 因為前幾天都沒有什麼效果 那所以我留到第七天來講解一下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藍黑的螺絲 那基本上呢 藍黑螺絲應該是最容易生鏽的 但是到了第七天之後呢 看起來他還是沒有生鏽 這是因為藍黑螺絲呢 一般他都有塗一層防鏽油 那這層防鏽油呢 我是讓他有保護好 沒有讓他洗掉的 那看起來他是有一點點開始變色的情形 那我們繼續來測試 那電鍍的螺絲呢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裡呢 這個電雅的平華絲 看起來他的表面有一點點的 好像有被腐蝕的感覺喔 可能看起來不是很清楚 好那沒關係我們繼續來測試 好那剩下的像是電黑雅 電五彩 他都是基本上都沒有問題的 那這裡呢 不鏽鋼螺絲更不用說 他是完全是沒有生鏽的狀態 好那看起來不鏽鋼的螺絲呢 還不錯 那這裡呢我們就繼續測下去看 會有什麼結果 大家好今天是第53天 那過了一陣子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那這邊我跟大家說一下喔 其實呢 已經有三種螺絲生鏽的 非常的明顯了 那首先呢 那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我跟大家說 在這個不鏽鋼的部分呢 是完全沒有生鏽的 我拿一個給大家看一下 好有沒有看到 完全沒有生鏽的 所以不愧是不鏽鋼 完全都還沒有生鏽的狀態 那比較在意的是藍黑螺絲 因為我們在一般 常見的知識裡面呢 藍黑螺絲是防鏽能力最差的 可是我發現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第52天的狀態 藍黑螺絲竟然完全沒有生鏽 那這是為什麼 我等一下來跟大家講一下原因 那這裡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電鍍的螺帽 我們來看一下 可能不是很明顯但是 它其實已經都生鏽了 但是它可能它的那些 鏽石的部分呢 是溶解在這個水中 那這邊可以確定的是 電鍍的螺帽已經生鏽了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電牙的平滑絲 非常明顯 在表面都已經生鏽了 好那這個 也是狀態是這樣的 再來第三個是 電黑牙的螺絲 已經產生鏽石了 在畫面上可能不是非常清楚 那我們可以看出它 表面的顏色已經變得不一樣了 再來這個也是比較訝異的 電五彩完全沒有生鏽 那看起來 跟新的是差不多的 那可能你仔細看 它表面有一點點的鏽石 但是非常不明顯的 好那這裡的 這裡呢我們可以來 知道一個結論 那這裡呢 我們知道的一般 藍黑螺絲呢 它是比較 不 比較防鏽能力比較不好的 但是為什麼 在這次的實驗裡面呢 它竟然還沒有生鏽呢 原因在於說 這個藍黑螺絲呢 它上面是有 防鏽油的 如果我們一般去買 藍黑的螺絲 我們會發現呢 我們買的時候 它一般都會塗一些 防鏽油在上面 那你如果在使用螺絲的時候 沒有把防鏽油擦掉 其實它的防鏽能力是還不錯的喔 那我們各位看一下 這個環境呢 是在水中 那水中的環境 會比一般在空氣中的環境 還要更嚴苛的 可是沒想到 藍黑螺絲 竟然還沒有生鏽 因為我在測試的時候 是沒有把防鏽油給塗掉的 那這樣很明顯 你看這幾種 它都有表面處理 表面處理是 電鍍電牙電黑牙 它竟然生鏽的速度 會比藍黑螺絲還要快 所以這次我們就得到這個結論 那接下來呢 我要來加速 我們測試的時間 那要怎麼做 等一下看一下 我會做什麼 那到底是什麼實驗呢 那各位有沒有試過 我們如果有用過 我們一般的鹽巴 那你如果 有用過鹽巴呢 你是不是會用湯匙 來做一個整的動作 那各位有沒有試過 我們把一隻 鐵製的小湯匙 放進鹽巴裡面 會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這樣的經驗過 好 它過一陣子之後 你會發現這隻湯匙 竟然生鏽了 那所以呢 其實很多 用鹽巴的湯匙 它都用塑膠的 大概就是這個原理 那因為有這樣的經驗呢 好 那我們就來思考 那這個鹽巴 是不是會讓 鐵製的物品呢 更容易生鏽呢 那如果是這樣的特性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拿來 這個車室裡面 加速它生鏽的狀況 那我們就可以更快速的知道 這些狀態的螺絲呢 到底 生鏽的狀況是怎麼樣 以及說 不鏽鋼螺絲會生鏽嗎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加速它 那我們就直接把 鹽巴加進去囉 那加進去之後呢 接下來 我們就可以繼續來做個測試 那這邊 給各位看一下 我加的量 不少 可能它會比 它原本的飽額度還要高的 可能這些水是沒有辦法溶解它的 那我希望呢 可以用高濃度一點的鹽巴呢 來做測試 那針對不鏽鋼的螺絲呢 我會再放更多鹽巴了 那這邊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到底它的狀況會怎麼樣呢 那我們就繼續看一下 後續的測試囉 哈囉大家好 這一次呢 經過了三週 大概是23天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我們已經加了 鹽巴的那些螺絲呢 發生什麼事呢 那我們從畫面上看到很明顯的 藍黑螺絲 生鏽的非常的嚴重 拿近一點給大家看 表面完全是被鏽死的 生鏽到整個顏色呢 水的顏色都改變了 所以 由此可知呢 藍黑螺絲呢 在我們加了鹽巴之後 它生鏽速度變得非常快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電鍍螺絲 電鍍螺絲也是生鏽的非常嚴重 連它的水的顏色也都改變了 整個就變成鏽死黑色的狀況 再來呢 是電牙的平華絲 我們看一下 表面一樣也是生鏽的 但是它的狀況沒有像 前面這兩個這麼嚴重 但是它還是呈現鏽死的狀況 再來呢 是電黑牙的 那電黑牙的看起來 已經鏽死了 這邊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清楚 它已經有一個鏽死的顏色了 好 那也是生鏽的狀況也是蠻嚴重的 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電五彩螺絲 那在前幾次的測試呢 電五彩螺絲安全過關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的嚴苛測試中 發生什麼事呢 不知道畫面上各位有沒有看得出來 其實呢 它還鏽死了 但是不是很明顯 但是它跟其他的螺絲這樣相比下來呢 它鏽死的狀況是 還蠻小的 可能沒有清楚看是看不太出來的 那所以呢 由這個測試我們可以知道說 原來電五彩的螺絲呢 在裡面 除了不鏽鋼螺絲以外呢 電五彩的它的防鏽能力 看起來算是特別好的 是蠻令人意外的 我本來以為它也是一樣會生鏽的 雖然它有生鏽 但是它生鏽的狀況 並不多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不鏽鋼螺絲 是不是這麼厲害 真的不會生鏽呢 看起來好像真的是這樣 完全沒有生鏽 連一點點的鏽死的痕跡都沒有 相當厲害 不愧是不鏽鋼螺絲 看起來真的是小看它了 本來以為它還是會生鏽的 沒想到 竟然真的都沒有生鏽 來看一下 真的都沒有生鏽 太厲害了 不愧是不鏽鋼的螺絲 那這一次呢 這樣測試下來發現 不鏽鋼螺絲仍然是過關的 那在這裡呢 其他的螺絲 經過一些表面處理的 全部都生鏽了 那這邊 這個測試就可以看出來 原來不鏽鋼螺絲 它真的是很厲害的喔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螺絲的防鏽能力 那這裡呢 很直覺的 其實不鏽鋼 它真的是 防鏽能力最好的 我們從這幾月下來 測試呢 會發現說 不鏽鋼能力 它絕對是 螺絲裡面 防鏽能力最佳的 那這裡呢 那其他的 如果說我們沒有用不鏽鋼螺絲呢 這次測試起來 電五彩的螺絲 那看起來 防鏽能力也是不錯的 那 再來看起來呢 是電黑牙 或是電牙的螺絲 防鏽能力是不錯的 那如果以一般的 軟黑螺絲呢 或是 電鍍螺絲 那看起來防鏽能力 不是那麼的好 那這邊 我們前幾個月有測試到 在我們還沒有加鹽巴的時候呢 其實軟黑螺絲 如果它是表面有 防鏽有的 你沒有把它擦拭掉 那其實這樣子的防鏽能力 是比其他螺絲還要好的 那我們 前面的單元都有測試到 你會發現說 藍黑螺絲那時候是還沒有生鏽的 我知道我們加入鹽巴之後才生鏽的 好 那這裡 各位會不會好奇說 那到底 補鏽鋼螺絲會不會有一天 它就生鏽了呢 那這裡呢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測試了上個多月 那看起來呢 補鏽鋼螺絲它是在非常嚴苛的環境下 一個高濕度 而且呢 它裡面有加鹽巴的 那這個情況下呢 目前它還是沒有生鏽的 好那這裡呢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那這一次呢 我直接做個總結 那這裡 我的測試呢 還是會持續的做下去 那這裡呢 如果說 有生鏽了 或是有其他的變化呢 我會下來跟大家說明喔 好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次的分享吧 掰掰